一个超简易版的妆 非常适合脸上有点肉肉的 还有五官比较古典的妹子 而且如果你是手残的话呢 这个眼妆的画法非常简单 我觉得你一定学得会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开始吧 化完全妆之前呢 一定要做一个保湿的打底 这样才能保证化完妆之后呢 整个脸有一种水润的自然的感觉 首先先给我偏青紫色的黑眼圈 还有纯粥四周暗沉的地方 做一个矫正 这里用到的是NYX橘色的遮瑕膏 然后用贴近我肤色的NARS遮瑕 再覆盖一遍 顺便提亮下这一遍 先做肤色矫正和遮瑕 然后再上底妆 会让整个底妆看起来 更加的饱满清透 也会更加的自然 刘亦菲的皮肤非常好 基本上是那种吹痰可破的境界 所以在底妆方面呢 就要下功夫 这里呢我选择了一款 非常轻透饱满 但是又有至少度的一款评价粉底 是Senseless 这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款评价粉底了 然后呢让我们来画眉 这里我用的依旧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NYX系统眉笔 色号是黑色 在画法上呢还是两样子 先用系统眉笔画出基础眉形 刘亦菲的眉毛呢 是比较偏平偏淡的 但是它不像一般的韩式纸眉一样 就是那么的死板生硬 它的眉毛呢毛流是明显的 而且整个眉形和颜色呢都非常自然 因为我天生的眉形呢并不平 所以呢在这里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做到它的眉形复原 不过呢我尽量将我的眉尾往下一压 尽量将眉毛呢画成一个比较皮的状态 大致框架出来之后呢 用苏苦经典眉粉的套装 混合里面的木绿色和棕色 然后用里面自己的小刷子来填充眉尾 之后呢再慢慢的从后往前晕 用刷子上的鱼粉来慢慢的填充眉头 眉头呢颜色一定要浅 要细 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过度 才会显得整个眉毛非常的温柔 然后呢继续用系统眉笔 去添加一些毛流感和立体感 这盘呢是去年的时候 一个伊拉莫斯卡的眼影盘 它里面的眼影膏的颜色呢 非常的美丽 带有一点点紫色和粉色的偏光 眼影这里呢我选择用了 两款伊拉莫斯卡的腮红 一款是KT 一款是Lover 混合在一起做眼影的打底 然后用NARS带眉大的深色腮红 做眼影的加深 这种眼妆画法呢是非常简单的 基本上呢就是顺着自己的眼型来画 然后呢稍稍稍外做个眼神就好了 眼睛往下脱之后呢再平行画回来 用深色红色混合KT的粉色腮红 其实呢这个眼妆呢基本上就是一层一层做个颜色层次 然后呢在眼尾的地方稍微做些拉长 最后呢平行回到下眼界的位置 眼线部分呢还是老样子 首先呢先画内眼线 内眼线完成之后呢再加一层薄薄的外眼线 用苏苦眉粉的最浅色来画鼻影 这里呢要轴重突出 有一肺山根的挺拔 还有它鼻头呢是有一点小小的翘的 这点呢其实就比较难画 需要徒手画出鼻头中间的一道小钩 同时呢要缩小我的大鼻头 做一个简单的眼窝加深 用自身上的WT905来打量鼻梁 让鼻梁起的变加挺拔 特别是双眉之间的位置呢 一定要体谅 腮红这里呢依旧是我的老朋友 一款Ela Musk的Lover 和Ela Musk的KT混合在一起 当时刘亦菲的腮红画法呢 采用的是一个非常显瘦的画法 就是呢从并角的位置呢 画一个圆弧形直接连接到鼻翼 用修容稍微加强一下脸部 特别是脸部下汗角下额骨的轮廓 选一只呢比较明艳颜色的唇釉 这里呢是蓝蔻金唇的378 因为这个颜色饱和度非常高 所以呢只要稍微点涂 然后用手指推开就好了 然后呢夹叉睫毛稍微涂个睫毛膏 有时间的女生呢可以来贴个夹睫毛 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加的文质 好了那这个带着学习异味的 致敬咱们神仙姐姐刘亦菲的 超简易版日常妆就完成了 这个妆容呢既干净又温柔 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显古典气质 希望妹子们会喜欢 我是伊丹